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直右翼或者说是右翼的兴起 现在更像是某种标签 就有点像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 欧美的左翼或者是玩身份政治玩脱线 然后被本国人民唾弃的所谓传统意义上 应该是走进步主义路线的政党 用来贴一切它的反对者标签的那些 对于世界来说 我不说对欧洲有好感 而是欧洲这款东西 如果到最后烂掉了 变成一块就是只会吹口号 然后下面完全烂成一锅洲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对其他地方都不好 大概率现在从俄罗斯方面来说 尽管它话说得很硬和威慑那些东西 但其实提出的观点是 阶段性稀释宁人的观点 就这几个洲这四个洲落袋为安 先消化掉暂时高一段落 其实它现在包括部分动员的30万人 其实上来可能更多的还是按照要塞守备部队的概念 而不是精锐野战部队的概念在做的 就是说我还是需要这些人去填这些阵位 然后在这些防线上把这个防线给我巩固下来 然后我的那些常备的那些作为机动打击兵力 就是这样可以把这个机动兵力撤出来 然后看看后面再有什么想法 谈到欧洲 我想把话题稍微转一下 转到另外一个国家 最近也受到很多人的观众 那就是意大利 对这次意大利的选举的结果 你个人是如何的观察 以及你的评论是什么 意大利我没有特别多的去看 因为我不懂意大利语 中欧也不是我研究方向 但是我看了一些一般面上的一些评论 大概有三个我看到觉得比较有趣的点 我觉得可以跟你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所谓以意大利为代表的 经常有人讲西方国家在全面的右翼化 他的这种右翼化的潜台词就是 这些欧洲国家有点变得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 出现了这个极右翼的法西斯开始上来 但是根据我的历史认知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什么区别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意大利德国的这个法西斯的这个人上台 他上台以后推行的政策 其实包含两个维度 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就是面对犹太人 就是基于种族主义的 然后到最后对外的扩张等等这样些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上台的时候 他是推行了一套特有的纳粹特色的经济制度 他建立了那个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系 然后再结合的上层意识形态 共同去推 当然你看现在所有号称右翼的那些政党 你如果相比那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个右翼政党的话 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政党的话 你最多他称他为半法西斯 就是说他从来不涉及对于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 我说的是对于生产方式 对于所有制 对于分配制度的调整 他会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呢 比如说他会调整国家的预算 把这些预算的重心做一些分配 更加向内 第二 第二 他更多的事情是用来做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动员 进行一种政治动员 这个政治动员他会喊出一些被左派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口号 但也就精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极右翼或者说是右翼的兴起 现在更像是某种标签 就有点像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欧美的左翼 或者是玩身份政治玩脱线 然后被本国人民唾弃的所谓传统意义上 应该是走进步主义路线的政党 用来贴一切他的反对者标签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 意大利这个东西 第二个观察的点呢 其实我发现 就是关于意大利上台的这个极右翼 究竟算不算法西斯要不要凸显 他跟这个莫索里尼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事呢 其实更多的取决于这个新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跟立场 有点像一种 一种怎么说 一种惩戒和威胁 就是说 如果你改变了意大利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承诺 如果你不跟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那么你就是法西斯 我就给你贴一个标签上去 那如果说你不动 那我就说你不是法西斯 我就不说你是法西斯 更多的像是对这个政党担心他兑现竞选口号的那种承诺的一种 一种惩戒 而不是说意大利真的要闹法西斯了 事实上今天这个世界你要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去 去搞那种意义上法西斯 然后最后走对外扩张 意大利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打游戏你选择那边开局你会被灭掉的 你根本就打不出来 这个局面不是这个样子的 第三个呢 我觉得现在拿意大利这个事情来说呢 我觉得它可能产生的重大的挑战和影响就是 它对于欧盟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就现在的欧盟以冯德拉恩为代表 就是说在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 我说走火入魔可能有些人听得不开心 但是在理念层面上走得过远忽视 就是完全进入到了就是冯德拉恩他们几个人想象出来的世界 而不是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去界定认识和理解欧洲的利益是什么 做欧盟应该做的事 欧盟在这方面我认为他已经有点走偏了 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欧盟里 意大利选了这么一个人出来 在欧盟里面可能就类似于 比如说像意大利跟逊亚利的关系会不会靠近 双方基于这个意识形态和受到待遇的这个共通性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靠近 然后意大利会不会公开去冲击和挑战欧盟 现任以冯德拉恩为代表的那批人的权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所谓的退出欧盟没那么夸张 但是在政治上杯葛一下欧盟内部的决策程序等等 不一定在涉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上 但在一些别的包括像天然气的一些问题上面 他做一些动作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 这个意大利这个事情以后的发展 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因为我对于意大利的事情也不了解 但是我观察这个事情 因为主要也是西方媒体 他对这个事情的注意 引起我的注意 然后就看西方媒体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然后又根据了我对于西方媒体一向的这种不信任 所以我对他的反应 我也有我的反应 基本上和沈老师的看法相当相似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所观察到了 我所感觉到的意大利这次选举的结果 还有他的这位选出来的这位首相还是叫总统 有的新闻叫他总统 是总理是吧 总理 应该是总理 但意大利这个是实权的是总理 总理 他是内阁多数党组党 然后是总理 就是这位女士 我觉得她的很多观点 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她的录像 基本上她的观点代表的是一种 我认为是对于一向而来的 这种白左的价值观的一种反扑 很明显 所以你要把它说成这个是什么纳粹或极右派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到这一步吧 至少我没看到 我说了吗 就是说白左 凡是你现在你去反对白左 他就给你贴一个纳粹的标签 反对我的人就是纳粹 就这个样子的 他们现在就用这种话术来怼人 就是这个样子来做 那么对于欧盟以后的这个问题可能问得大一点 你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欧盟以后的影响 因为有人也已经谈到了欧盟 可能会这是一个解体的征兆 你的反应是什么 解体不一定走那么远 因为说实话 欧盟现在面临的挑战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盟脱胎换骨的一个契机 就说穿了 你让德国你让意大利从欧盟退出来 他们现在的问题 他们能不能自己单独解决 不见得 不见得 也许德国会好那么一点点 如果 但因为 你现在当你在欧盟这个大平台上 你解决不了的事 你自己跳出来单干 然后你周边又被一连串国家围着 然后他们还是组了个欧盟 然后你跟他们的关系还闹僵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他拖不出来 我觉得我比较看好 就是或者说我比较希望看到的是 就是在欧盟内部 就是出现一些相对务实的领导人 就不要整天沉迷于这种白左的口号 然后沉迷这种身份政治 然后认认真真的站在欧洲的立场上 也不用站在别的立场上 就站在欧洲的立场上 为了欧洲的利益 做一些正常政客应该做的事 就是你去吹口号 你去讲价值 无所谓 你好歹把那边的经济 你好歹把那边像能源安全 还有关键基础设施 这些东西脑子搞搞清楚 就不要整天去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样一来的话 因为对于世界来说 我不说对欧洲有好感 而是欧洲这块东西 如果到最后烂掉了 变成一块就是只会吹口号 然后下面完全烂成一锅粥的 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对其他地方都不好 对加强中 它会产生很多复杂的外溢效果 这是第一 第二 美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在后面用各种方式去赚很多 它原先不应该赚到的东西 而且对当地老百姓来说 会是灾难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如果到最后 欧盟经济不行 政府治理能力不行 整个社会局势很那个的话 欧洲那边最出名的一个问题 就是跨国人口贩卖 会出现大量的这种跨国油主制贩 就会急速上升的 贫困这种经济垮塌 带来的这个阶层塌陷 带来的这个社会动荡之后 它这个像人口贩运和器官转卖 这个东西马上就上去了 这种跨国油主制贩罪 在欧洲会变成一个犯罪天堂 这个对全世界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希望就是德国 希望意大利这些欧洲贵 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欧盟框架下 把它搬回到正常轨道上 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如果这么问的话 你同不同意 像意大利这种状况 这种征兆 德国现在面临的情况 以及我们节目一开始 谈到的那些 一号二号的这个情形 发生这件事情的背景 有没有构成到 对于欧洲未来情况的 一种伤筋动骨的地步 至少给他们的一个震撼冲击 理论上这帮人 如果脑子不傻的话 就知道现在是时候 认认真真去做一点人事了 哪怕你不是说 从此改玄跟章 但至少从现在开始 到这个北西的相关器官修好之前 你就不要再去做那些 莫名其妙自己抽风的事情 在过去试镜 就在这个漏气 以后24小时到48小时的时间内 我觉得就是 从漏气开始到现在吧 我觉得就欧洲的表现来看 冯德莱恩第一次表现得像人了 就像一个他这个指望上的政客 就说我们要这个 做出严肃的反应的 这种对于这个攻击 是不可容忍的 就是说的这几句话 还比较像人话 不像不再像他以前说的什么 你去找莫斯科什么 他在这次没有张口就来莫斯科 这一定是莫斯科干的 我要跟莫斯科去拼 你会发现 这次他好像稍微正常一点了 没有那么偏执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跑到乌克兰去说 你看我这边天然气管道被炸了 我要跟乌克兰界定的站在一起 他也没有说 他说我们要先调查 我现在都心里知道了 心里有数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再那样表现下去的话 就真的要像大家质疑的那样 你七个小孩都在美国 你自己一个人在欧洲当裸官 你究竟是欧盟的这个代表 还是你美国派在我们这的卧底来搞事的 真的他在这个天然气管道上面 在这样表态表成这副样 像他原来那样不着调的表态的话 真的要引发这方面的质疑了 这个不开玩笑的 因为这个东西生死有关的事情 对欧洲来说真的是生死有关的事情 再谈一件和欧洲有关的事 就是一直到前两天 都是大家非常观众的事情 其实关于这个乌克兰东部的四省公投的这个事 这个事情呢 我借一个新闻很快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当地时间27号下午 就是这四个地区的这个入俄公投 在这一天下午27号下午正式的结束 根据当地选举委员会 在这一天就是27号晚上公布的投票结果呢 四地的选民 四个地方的选民 对于加入俄罗斯的联邦呢 他的赞成率分别是顿连斯克是99.23% 卢干斯克是98.42% 另外扎伯罗热93.11% 最后一个这个赫尔松是87.05% 所以基本上他的比率呢 都是99到87之间呢 这个和大家的预期都是很接近的 这件事情啊 再加上这个普丁啊 他前一阵子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啊 整个加起来看 这个事情对于整个的 第一个这个局势 在争的局势会有什么样 第二个就是对 再讲到欧洲 对欧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理解就是 先实际上你看这个局势嘛 先是这个乌克兰反攻 对吧 在哈尔克夫和赫尔松两个方向反攻 赫尔松基本上没怎么推动 但是哈尔克夫基本上吃掉了 现在那边还有一些 我认为了利曼那条线还在打 之所以打利曼嘛 因为他们可能放掉 放弃了克比亚斯克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克比亚斯克是属于哈尔克夫州的 他们就严格的退到那个卢干斯克和顿连斯克境内 然后好接下来俄罗斯部分军事动员 部分军事动员的同步开始启动 这个公投 然后接下来发表就是反复强调说 对俄罗斯的领土遭到攻击之后 是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 但是也没有说这个使用哪种核武器 然后在什么方向上对谁进行反击 我的判断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按照我的理解 就俄罗斯表现出的这个动作 就是他开始开架 就是我让这个冲突进入阶段性缓和 或者说阶段性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的要价是多少 我的底价就是这四个 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很角色 Sud 我们认为我叫双冻 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所以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我们 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同时我们就在中一个人 比较能力的人 就会说 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都会说 真正好 对俄罗斯 就会被奖断 是因为タイプレザ 就会魚人 又出的 有时候 我对俄罗斯表现出的 你会说 老人 我说 你会说 我们等刚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